你知道谁是世界上最有名的预言家吗? 大多数的人可能都会说是Nostradamus 的确Nostradamus是非常非常的有名 如果你在网络上搜寻Michel D. Nostradamus 你会在0.54秒钟就发现到1310万个网站是有关他的 但是他并不是最著名的先知 因为如果你搜寻中国最有名的预言推背图 你在同样的时间内会找到2340万个网站 推背图如果我跟Nostradamus的Book of Prophecy预言书来比 推背图只有60项 但是Nostradamus却有942个预言 Nostradamus的预言讲了过去500年许多的大事 但是推背图虽然只有60项 却把过去1300年前中国的历史讲得清清楚楚 事实上推背图只用第1到第39项 就把过去1200多年来中国的大事讲得明明白白 甚至主要人物的名字都不时出现在字里行间 每一个朝代的开始结束 皇朝的名字都是非常清楚地写了出来 甚至大的冲突 可怕的灾难 以及对国家的影响 都可以找得到 有人说他是用《易经》作本来写的 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 怎么样就是丢两个硬币 一阵一反 就能够知道未来 而且能够把事情讲得这么清楚 因为过去1300多年来 几乎没有任何一件大事 能够逃过他们的预测 推背图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不但有一个短诗 一个长诗 还有一个插图 而且它是以照时间顺序 一个朝代一件事情来讲 我们可以看到第39项 很明显地讲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中日战争 以及战争的结果 所以大家都知道 第40项讲的一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中国 而这首诗一开始 12345土有主 也很明显地就可以确定 的确是提到 蒋中正领导的国民党 在国共内战之后 搬到台湾经营的这一段诗 而且这首诗里头 隐藏了毛泽东 周恩来 蒋介石的名字 甚至预言到国共内战的结果 但是大家最注意的 还是这一段诗 最后的这一部分 提到了 若逢木子冰霜唤 有人说是让国民党丢掉中国大陆的李宗仁副总统 有人说是让国民党丢掉台湾的李登辉总统 或者这个人根本就还没有出现 但是下一句 生我者猴死我雕 就让大家都捏了一把冷汗 因为这讲明的 就是一个政权的崩溃 或者是结束 所以四十年来 大家都非常努力地 想解开 到底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但是大家都忽略了一点 就是 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中国 而是两岸三地 就像第四十项里头 这三个小孩子在玩一样 而现在的世界 也不再像以前那么单纯 所以不能用一首诗来形容 很多同时发生的事件 要用好几首诗来形容 所以下一首讲的就是 香港回归 这个的解码 我就不详述了 但是大家看 草木繁殖 它用的字 是藩人的殖民地 至于九十九年成大作 讲明了就是九十九年的租约 邓小平的名字 藏在这里 因为阴阳反背 用的都是耳朵边 反背就是要从右边 移到左边 帽而须带血无头 把头左边的灯 加个帽子 凳子不就出来了吗 这里提到 手弄乾坤和实修 意思就是问 邓小平到哪一天才会下台 香港回归是1997年 而邓小平也就是在那一年去世的 接下来的第四十二首 大家一直都还在想 到底这个美人是谁 事实上这个美人就是美国人 朝中日渐安 这个朝就是朝鲜 推背图从这一项开始 接下来几次提到的长弓跟弓 就是台湾的弯 大家不能否认 台湾的局势 的确是因为韩战 而转为为安的 同样不能否认的是 美国的介入的确是 扰乱了两个中国跟两个韩国 我对接下来的第四十三项 有我独特的见解 但是有很多人都不太同意 在韩战还没有打完的时候 另外一场战争又开打了 这场战争就是中美贸易战 大家起看 军飞军成飞成 再加上黑兔走入青龙穴 你可以看到任正非跟孟晚舟的名字吗 至于军飞军成飞成 就是讲年轻的加拿大总理 在跟美国的川普总统讲悄悄话 虽然不是军臣的关系 但是加拿大却听了美国的话 而开始了这一场贸易大战 接下来的第四十三项 大家有很多的不同解法 但是一般的人都有看到双语四足 这个双语的语很明显的 讲的就是中共现在的领导人 习近平 那字里行间很明显的表明了 是中国在世界上得到了一个领袖的地位 那我认为这一首诗 在贸易战之后 其实也就说明了最后贸易战可能的结果 接下来的一首讲的就让人非常的担心了 因为这很明显的讲的是另外一场世界大战 你们看 言韵鸿开世界同 不是讲的就是世界大战吗 何况讲到有克西来 至东而止 我觉得讲的就是说 西方国家会介入 但是他们的介入只是到这里做做样子 而真正大打出手的国家应该是中国跟日本 接下来的第46项就更有意思了 这个预言基本上是几乎是不可能被解出来的 但是在去年11月24号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 我就恍然大悟 我们是第一个说这首诗讲的就是韩国瑜 就像我讲的台湾是公 一个军人身带公 讲的就是官校毕业的他 只言我是白头翁 是因为他自己一天到晚都在笑他 又老又丑又秃头 这就是白头翁 当时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我以为东边门里扶金剑 这个金剑是他名字 鱼字里头带的剑 勇是后门入地公 不知道讲的是他会赢高雄市长 还是将来总有一天会做总统 这首诗解了之后 下午的人简直是过江之计 但是随着日子一天一天的往前推 这个诗就越来越清楚了 你们看图里这个赤手空拳的这个人 不就是像什么都没有的韩国瑜吗 至于东奔明门里扶金剑 我有一度认为是王金平 但是后来我才了解到 原来这把金剑讲的是郭台铭 至于勇士后门入地公 我还是认为这表示总有一天 韩国瑜会当上中华民国的总统 前面讲的暗暗阴霾 杀不用刀 我们在几个月前就讲了 这个应该讲的是黑阴 因为磨就是黑阴 也就是他会被抹黑 我有点担心万人不死一人难逃 会不会说的是有人要暗杀他 依他查必案的这种速度的话 这不是不可能 我们也希望这个不要发生 虽然有很多人并不同意 第46项讲的是韩国瑜 但是我却认为有相当的把握 而且也因为解了这一首 我才了解到下一个要发生的大事 并不是像一般人所想的 在第40项 所以从头再仔细看了一遍 才了解到其实所讲的许多事情 不但已经发生了 而且可能都正在进行之中 接下来的推背图第47项 一开始就提到 言武修文 你们想如果不是有打仗 为什么要停止打仗 修文应该讲的是和平谈判 那这是不是说台湾跟中国 有一场大仗是不可避免的呢 接下来的和谈 连和谈的人都已经出现了 你们看蔡英文的音跟文 不是都在这首诗里吗 至于国民党会派谁代表 我看应该是吴敦义 因为这上面讲的 好把旧书多读到 一言一出见英明 读旧书的不就是读历史的吴敦义吗 所以我想这一首诗 我们应该也可以说是解开了一半了 接下来的预言就更难解了 因为讲的都是不可知的未来 我们来看他的第四十八项 讲的是 如果你看不懂这首诗的意义的话 别担心 因为大家大概都看不懂 在清朝的时候 金圣探曾经为这个做了一个注解 他认为八牛讲的是一个姓朱 青青草字田间朱 讲的是一个姓苗的 但他能猜的也只到这了 我认为这里讲的 应该是说 有一个很有能力的军事领袖 能够在这个时候维持人民 生活上的安稳 但是能讲的也就只有这些了 接下来的第四十九项 讲的似乎是 在浩劫之后 一个不同的新的世界 这首诗讲的是 山谷少人口 玉角失其潮 帝王称兄弟 纷纷适应好 你们想 人口变少了 你就算要打 都不知道在哪里打 帝王称兄弟 是不是变成我们变成像 古代那种家庭式的部落呢 接下来又讲 一个 祸人口内提 分南分北分东西 六波占尽闻明见 齐波新罗日月齐 从字面上的意思看 这是不是就像那种 浩劫余生电影里头 大家人在东一个地方西一个地方 彼此交通跟联络都很困难 但是这可能是我们文明的最后的希望了 如果四十九项就让你觉得 对 如果四十九项让你对人类的未来 感觉到忧心的话 你看到第五十项 就不知道会有多烦恼了 这里讲到 水火相战 持穷折变 珍夏起源 寿贵人见 常诗世 虎头人遇虎头年 白米银仓不值钱 财狼结队街中走 拨近风云始见天 我想 这我不用解释 大家都已经可以感觉到 在这个时候的生活 会有多么的困难 接下来的第五十一项 似乎是提到了一个女性的领袖 这里讲到 阴阳和 画一阵 昆顺而感 后见尧顺 常诗世 谁云女子上刚强 昆德居然感四方 重见中天 新气象 朴年 一六寿而康 这是不是说会有十六年的一个尧顺之志呢 这我们就不知道了 不过第五十二项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也许就是大家最想要听到的 因为似乎我们外太空来的访客 马上就要来了 你们看第五十二项讲的 会心乍见 不立东北 予与何之 瞻彼乐国 掺腔一点 现东方 无处依然有帝王 门外刻来 终不久 乾坤再造 再搅昂 这个也许不是很容易看得懂 比如说什么叫做参腔一点 现东方 这个参字 我们大概都没有看过 我查了一下 兔字边的字 在康熙字典里头 一共也只有二十个 而木边带了兔字的 又只有一个 这二十个字里头 其实只有四个 我们现在还在用 那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字事实上就是卫星 当然诗里已经讲到了卫星 但是到底卫星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再来看他的有另外一句话 门外刻来终不久 乾坤再造再搅昂 这个讲的是 事实上这个世界已经被毁灭了 浩劫之后没有多少人 但是门外刻 所谓的门外刻应该就是 外太空来的访客 帮助地球 还有人类 那如果不相信的话 我们就再看 卫星乍箭不离东北 表示东北 其实已经受到了相当的损害 于一何之 占比乐国 就是看只看到对方 看到别的国家还有 但是整个东北都已经毁了 这里讲到 参枪一点线东方 吴楚依然有帝王 就是北边 虽然已经遭受了严重的损害 但是吴楚是南方 还是有文明 还是有人 那这个外太空的访客 到底会是谁 到底会是从哪里来的 我想这个字的秘密 可能就藏在木兔里头 你们知道 木兔也出现在中国最古老的预言 三千年前写的 《乾坤万年歌》里头 这里讲到 在中国统一之后 谁知不许 乾坤九 一百年来天上口 你们看 连天都开了一个口 那不是指外太空的访客 是指什么 而且讲 木边一吐走出来 自在为君不动手 如果觉得这个讲的 还不够清楚的话 我们来看 最后一个被发现的预言 也就是民国初年的 被发现的 金灵塔碑文 这里头讲到 万物同遭结 虫义一遭殃 信得大木两条 知大夏 鸟飞扬走反家邦 能得木头方为寿 则吉群生乐且康 这里又提到了这个木兔 这木兔到底是什么 我的看法 可能是从木星的一个卫星来的 因为木就是木星 兔我们说月球是玉兔 所以兔应该指的就是 木星的卫星 当然也许不是住在 木星卫星上的文明 有可能是从那个方向来的 但是我认为 基本上这个应该错不了 事实上 推背图接下来的几项 其实讲的是越讲越可怕 不过我到目前就此打住 等到下一次 我们有机会 再跟你仔细的讨论 我是王世云 就是神秘解码课 谢谢你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 订阅 – 订阅 – 订阅 – 請客